民眾大喊 我的身體 我做主 不要疫苗護照等口號 週六18號數千名紐約人 聚集在曼哈頓中央公園 抗議紐約市長白思豪 實施的疫苗強制規定 和疫苗護照 我認為現在大家明白 我們正確定 如果有人想不追求 所有人都要追求 當然會有效果 紐約市二十號開始 進入餐廳 電影院 健身房等場所 必須出示疫苗證明 未執行規定的商家 將被罰款 也有當地業者提出反彈 認為這違反美國憲法 決定向市長提起訴訟 百分之千的餐廳店 每天都沉浮 他們惹怒 很多人都害怕 對市長和市長和這些規定 但他們都認為這是不公平 客人 即使是疫苗或不疫苗 不只是餐廳受到影響 身為母親的業者 馬爾凱塞也對於有80% 尚未施打疫苗的12到17歲孩童 因此被限制出入 各種娛樂場所感到不平 認為這是關乎所有人自由的權益 新唐人亞的電視 唐解恩 整理報導 可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現在的視頻 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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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頻